其實我真的有點感受不到 颱風天來的樣子 發布颱風警告已經在前30分鐘吧 是全台嗎?北部吧 停止上班上課了 一課館那邊也沒開了 至於我們呢 既然都要颱風了 就要趕快出去買一些 房台的儲備糧食 一倍不時秩序 一些工商的影片要繼續在家做剪輯 讓我有一個好好的休息時間 而這一兩天啦 其實我都睡得還蠻飽的 我想要維持這個趨勢 讓每日都可以自己睡滿八個小時精神好一點 走吧走吧 台風要來了 要準備哪些東西呢 手電筒 糧食 是的 記得還要再準備水 對 飲用水水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在颱風天啊 你有時候會擔心說 外面的狀況惡劣到你沒辦法出門 所以糧食和水這不會一定要優先去做處理 而第二個要去做處理的呢 以防萬一天災會帶來你家裡可能會斷水或斷電 你知道 這裡也要來去做考量的 衣服那些保暖的東西 我相信自己的家中基本上都有 而現在的天氣也不大可能會像是明天過後一樣 突然變成一個惡劣的飢寒之地 不大可能 好不好 只要先準備好以上這兩樣 你就可以在颱風天安然度過個兩三天 有時候啦 颱風會不小心在台灣待太久的時候 物價或是一些超常的東西都被一掃而空 所以三四天過後的颱風我還真的沒體會過 現在我們就先去家樂福這邊 買一些我們所需要的食物吧 小白線之前才25塊錢一包 現在才42塊錢一包超小 一塊錢 大家都不想要買這個泡麵耶 因為這泡麵超好吃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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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耶 你沒吃過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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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我要去哪 Mini拍攝要用的東西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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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我還是感受不出來颱風要來的氣息 真是的 難道這就是所謂暴風雨前的寧靜嗎 我們趕快把東西買買然後來回家接影片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颱風的一天YTR該怎麼過 其實我們跟正常人一樣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把影片剪到一段落了 我現在要準備來去上字幕了 上字幕需要有一點時間 颱風期間我不知道大家在家裡面會做哪些事情 可是不外乎學做能做的事情就是剪片拍片 然後空間的時間就是玩一下遊戲 可是我玩遊戲也不是說自己玩爽就好了 我反而會想說來開個實況好了 每分每秒其實都要把握 我就擔心自己的時間分配的不夠充實 當然休息時間固然是需要的 比起休息現在更需要的是衝進 在這邊我就看到了一個 這個東東 這個 給學兔 一課館老闆拿給我的快遞 對 他跟我講說 有一位粉絲送的 可是我一直忘記來去開這一個信封 他上面寫說 桃園我住在龍潭的國中 龍安二階 他還有用注音來去打 你知道嗎 很可愛 SR的甲蟲王者的卡片 你好雪兔 我是你的粉絲 粉絲 我上次到桃園的一課館看到 我就跟你打招呼 因為我是第一二次看到你 可是我忘了送你三星甲蟲 我就回龍潭 所以要送你了 吳家發敬上 6月28 6月28的信 我現在7月10號才開會不會嫌太晚 謝謝 感謝你的三星甲蟲卡片 沒意外的話我可能會去 打個甲蟲的比賽看看 我想要體驗一下這比賽的氛圍 可是TRETA這禮拜應該也會選一天來去玩一下 我要再去背齊我的獎項 二方面呢 我真的好像有點時間沒有去打TRETA 我看一下 讓我看一下我到底多久沒打 如果是跟TRETA有關的題材的話 應該是在11天前的事情吧 6月29號那天是我去換點數 可是那一天我沒有打 在霸台事件那一次 那一次我有去打一下 6月22號到現在 我已經有18天沒有去打TRETA了 好久喔 難怪我一直感覺到自己好像 真的好像有段時間沒打TRETA了 不是沒有注重自己的本業 而是真的 現在已經到了尾聲了 好不好 好就打的人也比較少了一點 相信我在Z1的時候會回歸大量的人潮 不要說大量啦 只是一些玩家會回來 畢竟金獵空啊 Z神啊都有超豪華的陣容 就在我們Z1了 現在呢 我也來準備一下 來直播吧 三次 二時間後 兩時間後 再加烘 二時間農場 兩時間 Courtney 二時間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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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三時間農場 五時間農場 燈籽 要把炖头抹腌 加上开 這就是我要的炒飯 我的炒飯,你吃不到 這就是我要的炒飯 好 颱風天之下要來玩嗎 不跟我玩 一整日老實講吧 我還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實感 已經看完實況了 然後也煮了東西吃 晚點就要給許多的剪輯 來去填飽這空閒的時間 如果明天還是颱風天 並且不能出門 就是出門也不會有什麼店家開的話 可能就休息一天吧 對,休息一天吧 颱風天就是好好休息啊 老實說,我看到許多人都講說 哇,放台風架好爽喔 老闆一鳴 市長一鳴 但對於創作者來講 我有看到玩件他們因為要拍戲 可能會有一些延遲 可是對於某部分在家創作的 YTR來說 我們是沒有所謂放假這檔式 Nope,沒有放假好不好 只要還有人在期待著我們 只要還有人想要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就會不斷的拍 不斷的創作 不斷的剪輯 更何況水素是個工啊 就是一個人來去包辦 這所有的拍攝剪輯後製什麼東西 blahblahblah 假設真的颱風可以讓我們放假的話 期望是直接把Youtube就上面公告說 因颱風而無法播出影片 Sorry 大家颱風天會在家裡做些什麼 看網頁玩遊戲到爽嗎 或者是看影集 還是不要想 我們來剪輯影片吧 剪輯這一支影片 以及剪輯往後要上字幕的影片 對於字幕各位有什麼樣的感想 大多數的觀眾都是看沒有字幕的 在往後頻道影片還是會有 不需要上字幕的Vlog 但是如果是有主題性的 我就會請別人來幫忙上字幕 讓大家可以看得比較舒服一點 有任何建議也記得要跟我講一下 OK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Vlog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選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部分 分享給你的朋友 按讚這支影片 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按讚這支影片